1919爱走动 吃善工艺单车还台 今年参与救助计划的38位募款勇士 身体地形 捐款又出力 四处号召鼓吹亲朋好友加入捐助的行列 在这些人当中有退休长辈 企业家 医生 牧师 老师 中学生等等 12月19号上午从凯达格兰大到启航 展开围棋15天 行进100个乡镇 长征1400公里的爱心骑程 23号抵达了台东 县长黄建廷没有缺席 陪同他们一起骑上日光桥 随后县长康立以及社会处长曹建秋 陪同社团法人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的秘书长夏中坚 与骑士代表共同前往住在中华路三段 12年前因为车祸受伤的关怀护家中 分送食物包等物品 我们在实践一个神的使命 就是我们基督的团队要跟工部门合作 一起把资源整合 不管是人力物力 精情的这些资源都整合在一起 发挥最大的效益 今天我们就很开心 可以送到我们需要的我们的朋友的家里 未来还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我们也谢谢很多的民间的企业 在这个上面在支持我们 那基督教救助协会这几年 推动的这个 不管是景难救助也好 或者是陪读的这个计划 实际上很多台东的子弟 台东的乡亲都受惠 所以我们也要感谢 救助协会这样的民间的团体 来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把社会福利的这个工作 能够做得更完善 我们知道 永远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让我们继续进步继续成长 我们也会持续来加入 但是资源比较少的方案来支持我们 私人航 所以让我们就越加的感动 12年前 关怀户宜珍和爸爸外出途中发生车祸 爸爸上市较为严重 目前仍然躺在床上 而宜珍经过复健之后 这两年开始能够走路 并且也考上了机车驾照 同时他也在学习月桃业编制的制作 县长对于宜珍的坚强毅力 非常的激赏 县长黄建廷指出 台东县政府以专案性的方式 补助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 支援台东县166户 弱势家庭半年的生活物资 提供定期配送基本生活物资到宅 及时关怀与物资援助等三大的服务 有效的协助台东县 弱势民众迫切性的基本生活需求 除此之外 未来县府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实物银行 预计在105年 全县各项正式公所都会设立实物银行分站 由分站进行申请以及发放 社会处负责募集管理物资以及调度 达到完整顺畅而且效率的救助流程 降低民众等待实物救助的时间 也强化实物救助的及时性 东台新闻温格 石容宇台东市采访报道